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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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美股没有不好 很多的人都很难相信台股会拉回 可是当真正跌破季限 各位 要到关键位置90 80的时候 我提早又提醒你了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 还记得吗 之前在高档的时候 我有提到 电子每一次发生这种现象 会创造二合一的 二合一的结算优势的时候 它都是直接干嘛 直接不回头的修正 每一次大概都五到十个交易日 不一定 不等不等 这次几天 1 2 3 4 5 6 7天了 7天了 到今天是第八个交易日 好来 大家仔细算一下 200多点 不多 其实最近台股回档算多吗 各位 真的不多 可是却让很多人出意料之外 因为美股看起来要充2万 台股竟然会拉回 那接下来怎么看 各位 接下来怎么看 这种关键位置 请大家要先把技术面的部分 看清楚 为什么9080很重要 各位 历史一再重演 就像在高档的时候 我提醒你的9325 有没有 真正跌破 是不是产生很重要的干嘛 直线性的一个拉回 那又到关键价了 这个关键价到底是什么东西 上个月我在节目中 这张图大家还镜像深刻吗 有没有 当加全指数 站上基线第三天 带量的时候 当时我说过 这一天已经决定了什么 台股很重要的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支撑区 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二十日线的翻扬 二十日线代表 简单来看 代表一个月的什么 市场均价成本线 在这边翻转 各位翻转的位置是哪里 各位知道吗 就是9080 各位 这有什么意义 我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我在电视上也有讲 只是你可能都已经忘光了 有没有这个 每一次拉回 月线要做翻转的话 一旦翻转的 转的位置 你花一条线 它都是重要的一个支撑区 有没有 往上 有没有 往下 当月线一翻转的时候 这个地方月线都是什么 这条线都是很重要的支撑区 从这个地方 打下来 碰到有没有先弹 一样会先弹 只是弹了之后 改变不了筹码 才会再做破底 所以这个位置它非常的重要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把图放大 这个是二十日线的转折位置区 上次转折在这边 来到高档 掉下来 达到哪里 最低九千零七十四 摸到日线摸到创高 没有 再摸到再反弹 这一次为什么会灌下去 各位 灌下去是什么原因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原因吗 各位 川普 川普 各位 美国选举才造成 这个重要位置干嘛 直接带量灌破 来 那又来到这个位置区的时候 各位 请问一下 美股 美股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美股的位置跟 各位 同样的位置 同样 9080 再看一下图表 再看一下图表 当时 当时碰到这个位置 有没有反弹 有 什么原因打下来的 川普 那又来到这个位置 请问一下 没有川普的 美国总统选举的因素 道琼 美股 各位 这两个时间点 美股现在位置在哪里 有空头吗 各位 高档 拉回 都还没有见到 不要说空头了 上一次 为什么会灌破 为什么会灌破 9080这么重要的 关键位置 是因为 被有非什么 非经济因素造成的 可是这一次呢 有非经济因素吗 完全没有 所以台股在整个 国际股市 再讲一次 在整个国际股市 还没有出现 各位 不要说头不成形 高档拉回 都还没有见到的状态下 台股会默默的 跌破重要的长线 多空的位置 形成空头崩盘 所以即实在化 我也很难相信 我也非常难相信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月线技术面 到底长什么样子 各位 这是月线 我把技术面的东西 再跟大家讲清楚一次 这是月线的架构 月线KD80以上 历史上的惯性 也直接送给大家 只要KD值80以上 高档如果 月收K棒的时候 是跌破五个月月均价的话 各位 会发生什么事 通常下个月都会有低点 起码去回撤20个月的月均价 可是重点是 各位 这位置在哪里 在上个礼拜五是9169 现在大概也是在9107附近 变动不会太大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还有几天收盘 还有四个交易日会收盘 还有四个交易日 到什么 这个礼拜 各位 礼拜五 月线不就要收了 如果 听清楚 没有是收破91700 甚至站在91700以上 看一下月的架构 来 月K 月K 如果还收在 收在91700以上 五个月月均价都没破 月线有修正过 各位 会修正吗 各位 不会 惯性你要先把它搞懂 你至少要收破五个月的月均价 指标真的死亡交叉 确认空头的话 各位 月空头的话 至少修正 一个月 历史上各位看一下 跌破 先一个月 彻底之后才反弹 真正的空头是跌 一个月之后 下一个月不是彻底 是直接藏黑 收不起来 要先把整个月的架构看清楚 那从这个地方 各位 还有四个交易日 它重不重要 重要 太重要了 哪里重要 能不能四个交易日 站上91700 离现在的位置 各位 很远吗 各位不到50点 给多头4天的时间 怪之最近在放假 没错 各位过两天 可能明天就回来了 因为今天美股还在修饰 美股还在修饰 万一明天 外资回来了 周K要收上91700 要很用力吗 要不要很用力 各位再讲一次 要不要很用力 50点 一个礼拜 还有四天 各位 涨个50点 就可以化解月K的什么 空方讯号 各位 那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为什么 职位老师上个礼拜讲说 打到这个地方 空单 有没有 赶快跑 吓都吓死我了 吓死职位了 为什么 我没有看到国际盘 各位 不要说做头崩下来 高档拉回都还没有见到 台股 要我相信它会直接崩盘崩下去 我真的是 想破头 我都不知道 要用什么想法来去干嘛 去讲它 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个礼拜 准备要封关了 会不会收红封关 如果 每一辆状态下 外资这几天回来 政府一定想办法 让它收红封关 撑个50点 有没有机会 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礼拜 直接把结论给大家看一下 先把比较长的地方 先跟大家讲清楚 各位 周KD上礼拜 死亡交叉了 历史上 周KD死亡交叉之后 隔周一定要干嘛 要强谈 化解 要化解 要化解周KD死亡交叉的讯号 可不可以化解 这个礼拜很重要 而且只要谈上去 各位 会发生什么事 各位知道吗 刚好拉到917912附近 他就是月线下个月准备要做多空表态 什么原因 晚一点我会跟你讲 你听了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子瑞一直一直提醒大家的法人要对决的时间又接近了 我们先看一下 到底现在架构应该怎么看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就讲得很清楚 封关前一定要攒上9177 今天台股有没有反弹 有 弹不多 但是离还有四天离这个位置 会不会太远 不会 封关前 各位要记得 不能再长黑一根黑黑收破9080 不然的话 月线往下回撤的机会就干嘛 就变得很高了 所以这个礼拜非常容易 怎么看 封关前挑战9170 当然第一点不可以再做收破 那重点是在于什么 各位今天有没有发生 有没有 昨天上个礼拜五 收盘9078 资料是有没有告诉你 我吓都吓死 我是做空的人 各位我是放空的人 空当我是直直落 看到这边我都吓得要逃命了 现在才来空 会不会也太晚了 各位 各位 为什么不能空 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地方 宁可干嘛 停 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抓转折 我不是说抓转折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职内有没有 在带会员 和我们的同学 在操作过程里面 我是不抓转折的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次我抓对了 你会觉得我好像还不错 第二次我抓对了 你会跟我拍拍手 鼓掌叫好跟神一样 可是万一你相信我了 跟着我做下去 我第三次干嘛 转折抓错 各位 亏是亏谁的钱 各位知道吗 不是我的吧 各位 你要听清楚 真正的交易是不拆转折 转折到只有一件事要做 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盘中 告诉我们的学员的 上一周周线收低 造成周KD死亡交叉 纵然9080附近 已经是重要的关键支撑区 操作面也不宜拆转折 各位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在高档 我见到有机会形成转折 我也不会直接空 为什么 我一定等到工具告诉我 筹码正式转空 我才会做翻空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跟着市场 我绝对不会去瞎猜 各位 转折不需要猜 真正转折出来 再跟单不就好了吗 所以呢 正确面对转折的态度 要什么 要以筹码为依据 实际盘中到底发生什么事 要把它看清楚 各位 不要乱猜 猜错 开玩笑 空在起涨点 干嘛 买多再起跌一点 这就是猜支撑 猜压力的最大的一个什么 最大的缺点 所以大家稍微留意 这是交易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本周要化解周月的价值标 持续修正 首先台子要站上9168号 大概在9107附近 因此盘中价格只要在9168以下 没有见到大单翻多 以空方思考为主 见到9168以下 见到大单开始盘中翻多 保持观望等待 不拆低点 也不空他 人家全市场的大户 干嘛 在网上干嘛 想办法想要扭转日线的状态 各位 我们不要乱参战 让他们去打 让大咖去打 打赢了 我们就跟赢的就好了 最重要是什么 短线站上5分钟 我们工具的多方成本 又见到多方控盘 什么叫多方控盘 两军交战 当有一方可以控制盘面的时候 就是他可以牵动市场单的时候 当他有办法牵动的时候 有控制住盘面的 开始止跌的时候 再来注意有没有翻多讯号 听清楚 我们还是继续盘中 再做放空 我没有翻多 再讲一次 我是补空 弹起来大单空 干嘛 我跟着空 我会不会拆低 绝对打死不踩 开玩笑 我带着一大群的同学们 去拆低点 拆错一次 那是财产 怎么可以逆向呢 当然不行 重点各位 今天搞上一开盘 有没有干嘛 有没有遇到9080就反弹 有 为什么反弹 当然就是有人买才会反弹 为什么掉下去 各位 当然是卖的比买的多 才会掉下去 老师 你又在讲什么 讲天方夜谭吗 各位 不是啊 来给大家看 这是工具 我把筹码图全部 一般的K棒图 我把筹码图全部秀出来 第一栏叫做工具的 红不浪的主力动向的大户的动向 第二个是全市场的追价单 第三个是散户的单 小小的散单的总结 来给大家看 早上一开刀 一开高 谁买的 各位 大单小买 主力企图在多多多 市场往上追价 各位 往上涨有什么奇怪的 各位 我一直提醒大家 分析归分析 重点是什么 盘中到底是买的多 还是卖的多 你要看得懂 各位 早上一开盘 就是大单在做什么 在做户盘 想要拉起来 市场往上追 价格就是往上涨 各位 我要做空 我会去空人家 正在往上拉的时候吗 我当然不要 要什么时候空 才会有机会 各位 再讲一次 跟着主力走 趋势自然有 趋势是空方 当空方主力听清楚 盘中 取得优势的时候 再空不就好了吗 给大家看 什么时候 空方占上优势 今天一开盘 整天都是空方控盘 到尾盘这一段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条主力气图线 五分线 尾盘这一段 才进入多方控盘 找盘全都是空方控盘状态下 空方控盘状态下 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主力气图 一翻空市场追空 各位 我就空在这边 今天我们工具的同学们 就空这里 各位 空下去之后 跌下去 各位 跌不多 最后面 小赚各位数 就出场了 有没有关系 各位 还是赚钱 再讲一次 操作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复杂 最简单的方式 再讲一次 跟着主力走 趋势自然有 跟着主力的成本价差自然有 有没有 趋势空方 我只做空 就这么简单 可是 人家大户在买 网上买的时候 要不要空 我怎么知道他有 买去哪里 各位 分析没有用 没有花钱 没有砸钱 所有价格 都是市场在决定的 这点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来给大家看 我们在等什么东西 在等这个 趋势 如果趋势真的 在9080 会出现翻多 我们的工具 15分线 会出现这个 三叠金币 出现趋势翻多 提醒 给大家看 这是我们在翻空的时候 你在节目上 就看到我 干嘛 波段放空 为什么 因为工具 各位 虽然他看不懂技術分析 虽然他不懂 什么叫二合一 可是筹码也告诉他 趋势反恐 各位 到今天15分线 有没有 这结算前 押着押着 还是下来了 翻空了吗 翻多了吗 有见到三叠金币了吗 还没 就算我知道 这么有短称 各位 我也是要等工具的筹码 算出实际大户 到底干嘛 要不要翻多嘛 来给大家看 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一辈子 不会大 赔 什么原因 各位知道吗 因为趋势空 我只做空 只做空 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只要盘中 主力 全市场加起来的大户 企图往上做价的时候 会反弹的时候 我绝对不干嘛 空单 補光光 主力气图要往上 我要空 我要等到主力 干嘛 全市场又翻下去了 又恢复趋势 我才要空 我每天都在干嘛 带着同学们 教大家做一件事情 搭 叫 就是常常讲的 跟着主力走 趋势自然有 各位 15分钟 这是工具的5分钟图 有没有 一样这么多天 给大家看一下 主趋势翻空 盘中的银币 有没有看到 所以弹起来干嘛 银币空 弹起来银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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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起来银币再空 弹起来再空 弹起来又空 今天早上弹起来 有没有 这个位置 有没有 再空 不就这样子 有很难吗 没有啊 为什么容易赚钱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不是我把盘打下去的 是我们知道 趋势空 帮他转一下 主力在全市场加起来 是往上的时候 不要去空他 当整个的全市场的主力 开始做空的 又赢了 再进去干嘛 空一下 主力帮我们打下去 这个价差 不就是常常讲的 跟着主力走 各位价差 不是轻松赚吗 好好想清楚各位 操作没有你想像的那蛮 最重要的是什么 各位再讲一次 这一波很多的人 我知道大家很辛苦 重要的时间点 看到美股上万点 各位看一下 这是最近盘中的散户 在做的事 每天跌 就像指楼老师提醒的 很多人都会想 拉回做多 拉回做多 各位看到没 盘中的散单 天天做多 天天做多 到上个礼拜五和今天 连续两天都在做什么 在最低点了 才开始连两天放空放空放空 打不下去 今天连昨天低点都没破 好好想一下 不要用感觉的 不要用猜的 跟着大户的成本 跟我们一样一起等什么 各位 等主趋势的讯号 一旦大户打出什么 赢家的时候 再讲一次 我常常讲 跟着主力走 各位 只有对一半 跟着赢家的主力走 各位 你一定是轻轻松松转 技术面 讲到这个地方 请大家留意 9080 9170 这一段时间 只要见到什么 大户又空了 干嘛 就跟我们一样 继续空就好了 除非见到什么 趋势反多 就跟着多 为什么 这一波 我们做空 漂亮吗 来给大家看 漂亮 只有这一波而已吗 没有 各位 上一次台子结算期 在这边 给大家看 这川普黑K 当天趋势反空 一样15分线 台子结算 位置9080 工具 在川普 黑K过后 什么时候反多的 18号反多 18号反多 不就是告诉我们 反多在这个地方吗 反空在这个地方 各位 他懂得什么叫大户成本吗 各位很简单 他用算的 你不知道怎么算 我把它写在工具里了 更重要是什么 各位看清楚 不知道怎么算 大工具算好之后 而且各位看到 主趋势多方的时候 拉回到大户成本 各位 会不会直接买进 不会 主力一发动提醒你买 一发动提醒你买 一发动提醒你买 这不是轻松大叫吗 想清楚 如果真的 懂得跟主力的话 各位 价差一定轻轻松松 都能够赚得到 等一下还有更多的分期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刘子蕊 12月26号 请欢迎大家去下载3D新闻网APP 不管下午4点 您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随时收看我的解盘节目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骨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8882 02-2506-8882 对我怕 蒼龙一起逆天狂 看 请先跑 蒼龙一起逆天狂 三粒电视再度蝉联2017年消费者理想品牌第一名 创新 领先 全媒体 三粒电视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骨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8882 02-2506-8882 Mersedes 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你有在网上订过饭店吗 有注意到同一个房间在不同网站上的价格 可能不一样吗 TriVago帮您及时从250多个订房网站及APP上 比较超过100万间饭店 你不要再花大把时间搜寻 最后不做验讨 TriVago帮您又快 就点难地找到理想饭店 让您轻松省荷包 上TriVago 输入你要去的地方 选择入住 退房日期 然后按下搜寻 就是这么简单 点一下 TriVago立即搜寻数百个APP及网站 并秀给您十下最夯的饭店 你还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 设定价格范围 选择想要入住几星级的饭店 或是按照我们在线上搜集超过11条的住客评分 来筛选 记得哦 TriVago显示的都是同一个房间不同的报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轻轻松松 与划算的价格 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找饭店 TriVago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骨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8882 02-2506-8882 欢迎收看计划论 更多的行情怎么掌握呢子卫哥 好的 其实我现在非常期待 期待什么 我们看下去 来 我们是跟大家讲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各位 历史一再重演 二合一 各位 你想清楚 这次威力抢不抢 单向要报单容易 要加码更容易赚到钱 重点是 各位 工具每一次这个位置跟得到 这个位置跟得到 只要等什么 我们在等这个 可是大家要留意 留意什么 工具出现三叠银币之后 来到重要的位置区 我空单补掉 我会在等什么 我不就是在等 到底是什么 是继续筹码出现翻空 大单这个位置 大单对决 会不会下去 还是会翻多 各位牵涉到什么是 给大家看 跟着赢家 这边是台子起结算 谈起来就是国根结算 准备再次二合一 大条的又要来了 好好把握机会吧 感谢观看 我们再会了 拜拜